为了不被吃掉 它已经很努力地裹满尖刺 更是做到了让大猫们闻风丧板 眼前这个长满尖刺的小猪 就是跑山猪中的劳斯莱斯 在国内其独特的寓意令国人必而远之 但在这些质朴的越南表哥手中 它们只是天然的蛋白来源 跑山猪独特的身体结构 提表常年被尖刺所覆盖 它是天然抵御天敌的保护 更是一层让猪皮鲜嫩的精华 在这里时刻不仅能品尝到鲜香醇厚的跑山猪猪肉 更是能带走这些象征缘分的尖刺 相比于硬实的猪肉 它的猪皮更是跑山猪的精华所在 老板深知与其靠着用猪肉冲树 还不如将醇厚做精做细更具吸引力 只许用臀部这块最为细嫩 最为鲜香的猪肉制作 它似猪肉更胜猪肉 特别是这块肥而不腻且充满胶原感的猪皮 它能让老涛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过来品尝 更能掏空有缘人的一代 点缀上翠绿的花椒 焦鳞上特制酱料 一份足以清空一个月辛劳的跑山猪大餐就制作完成了 鲜嫩且Q弹的即食感 极大提升了猪肉的有缘气息 一般是一人只能吃一份 一口下去 就足以让普通人一天白淡